本课程由量子大学出品 当你的老板也好 当你要去见的人客户是老虎型的人 你就千万不能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去 因为老虎型的人往往是在某个方面很权威的 他自己喜欢穿名牌 开名车 戴名表 对吧 虽然说你不能像他一样豪气 如果说你跟他级别对等的话 那也可以装个土豪 对吧 那如果说你不是那样的话 那么穿着打扮一定 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 穿着打扮一定要注意专业 要穿正装 千万不要让他觉得你很随意 那个时候他觉得你不专业 所以那么正装 一定要穿正装 第二个呢 要打起精神 加快脚步 证实对方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老板是老虎型的人 我就会知道 以前的时候老虎一叫我的时候 我吓得自己笔都掉地上了 我就大脑一片空白了 所以后来我学了性格分析 我就发现 跟这样的老板应对 其实很简单 老板不管什么时候叫我 他只要一喊我的时候 我就立马把电脑上的资料 立马存档之后 拎起笔和本 跑步跑到他办公室 为什么要跑呢 是因为老虎型的人 希望你能够快点 立马的出现在他身边 如果你在办公区是走着的 那么你到他门口 你得跑几步 让他知道你有这个劲儿 为什么要带着笔和本呢 是因为老虎型的人 想起什么工作任务 他就交代给你 如果你没去的时候 笔和本没带 那么你会发现 老虎型的人又很吓人 对吧 他说话又很快 又很强势 又很权威 你又很怕他 这个时候 你笔和本都没带的时候 老虎交代 12345 他说了七八件事情 想起什么说什么 都交代你 听明白了没有 你也不敢问 大部分的人 对老虎型的人的工作任务 都不敢提出质疑 你不敢问 你又没记住 好了 你就出去了 老虎以为 你领了任务以后 就回去做了 他就等着了 好了 你想想 哎呀老板说什么呢 一下我全给忘了 七件事 你忘了四件 记住三件 但是这三件 你又没问他 哪个是重要的 所以 当老虎想起来的时候 问你你没做 老虎就可以骂人了 这个事 你不知道很着急吗 所以怎么办 所以 要拎着纸和本 进到老虎办公室 当当当 一敲门赶紧进去 老板 老板说 好了 今天这个事情啊 老虎一边说 我们一边记 对吧 所以赶快把老虎说的事情 12345 全部记下来 好 那么老虎说完了之后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老板 这时候要不明白的 赶快去问 要问什么呢 重点是问什么呀 问啥时候要 对吧 那么老板说 好了 周三周四周二 好了 那么你发现 你周四的工作 你周三给他 老板就觉得 你很 你很靠谱 对吧 那如果老板说的 你没记 你又没问他 没有问他完成时间 这个时候 老虎到时候找你去了 你没做 老虎就觉得 第一个 你不把他当领导 第二个呢 就是你不靠谱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问完成时间的时候 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你要评估一下 他心目中的时间 你是不是能够完成 如果你规划型风格 不高的话 你去跟老虎应对 你就会发现 老虎型的人交代是 他你所认为 以他的专业 是很很容易做完的 但是到你这儿 你没资源 你没人帮 你是做不了的 所以你要 问一下 完成时间 迅速的评估一下 以自己的能力 以自己的 这种 力量 是不是能够如期的 打到他的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有问题 完不成的 你可以跟他讲 说老大 现在有五个工作 你都要我明天拿 我是打死都 完不成的 如果有人帮我 谁谁谁 可以跟我一起来做 那可能会更好 这个时候 你要迅速的提出来 好 那么提出来之后 老虎说 他至少 你跟他沟通过以后 他会找人 第一个会找人帮你 第二个呢 就是降低一点 他的心理预期 原来他准备周二要的 你说这个 这个有一个实在是完不成 我们周四可不可以 老虎说可以 那你就可以了 所以那么 这个时候呢 就是跟老虎型的领导们 沟通之道 就是你不要去讨断 打断他的话 不要去挑战他的权威